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今天是 沒錯就是地震的 這一天的早上 然後不知道大家 是否都平安 其實我等一下就要去高雄了 現在有點就是覺得幸好 我是今天才要去高雄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這個叫做菲福利的廠牌 它的東西上面都沒有寫出 它的就是 名字 看一下 上面都沒有寫 就是它的品牌名稱叫做菲福利 它在台中和台南有門市 不過 就都是在百物公司裡 然後最近好像在台北大指 也會有一個新的 也是在百物公司裡面的一個 櫃位 然後如果大家之後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他們櫃上參考一下 嗯 我覺得他們的就是 門市人員都非常的專業 然後也都非常的熱 熱情 然後他們講解都非常的有 說服力 嗯 當然也是試用起來之後覺得非常好用 所以我才會有回購 我大部分都買 灶類 就是洗臉或洗臉 都用的肥皂 好 那首先先講這個 它是一樣 一大塊正方形的 它是馬賽灶 它好像有什麼72%的 不知道什麼東西 因為畢竟我也不是他們的 門市人員 所以我搞不清楚 但是我自己 嗯 我已經有洗了 因為我請它切成四塊 然後有其中一塊已經寫 變滿小的 我現在都用它來洗臉 還有洗身體 我覺得頭哪邊有點洗不乾淨 我也會用它來洗一下頭 基底油是橄欖油 那 它不像台灣大部分的肥皂 都是用能靈的方式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方式 但是它跟台灣的肥皂是不一樣的 他們家的東西都是 從法國進口的 所以我覺得還 嗯 當然不是說從法國進口都很好用 只是他們家的東西 真的是 還滿好用的 是佔它隔壁櫃 然後 我在佔隔壁櫃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 就是 跑去他們櫃上玩 然後 自己就買了一些東西 嗯 而且我覺得他們櫃很厲害 就是 每天都有客人 回來買東西 可是 客人的回流率還滿高的 那 我第一次買他們家這個馬賽照的時候 我就帶回家 我帶回家的時候發現 大學的室友Jenny 他之前有送過一個沐浴大館 嗯 我都還沒有用 因為 我前陣子都是用肥皂 所以就沒有用到 然後 我才發現 原來他也是送我馬賽照沐浴 買了這個馬賽照 然後又看到他是送我馬賽照沐浴 我就趕快Line他 我發現 我今天買了馬賽照 然後 我發現他給我的東西是 也是馬賽照的呀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爸爸也在用馬賽照 我就說 我是買肥皂的 他就說 我爸也是用肥皂他們家的馬賽照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太巧了吧 因為大家都是用 有沒有大家 就是我們都有用過 肥皂的產品 那就 感想都還不錯 就洗起來很舒服 馬賽照他 嗯 一開始聞 你會覺得 完全沒有添加任何香精啊 什麼的 就是很 很自然很自然的 灶類的味道 一開始聞到他 我就有點 有點那種 退避三色的感覺 可是 嗯 我現在已經很喜歡他的味道 他就是搓成泡泡之後 會有一種 很淡很淡的 很純淨的一種 淡淡的香味 他超愛這個味道 我就覺得 洗了之後 非常放鬆 嗯 因為我們冬天都很習慣用 熱水洗澡嘛 那用熱水洗澡 就皮膚很乾 很會癢 但是我如果用他的話 我洗過之後 皮膚基本上 不怎麼會癢 所以我後來就 拿給我男朋友洗啊 然後拿給我爸洗 他們兩個的皮膚都不太好 我還把他拿來洗臉 然後是不是洗頭 真的是很好用 就是他真的是可以全身都洗 超好用 我真的很推薦這個 而且他這樣一塊 我買400公克才350 我覺得超便宜 這是第二塊喔 這是我買的第二塊 給你們看第一塊的 其中一小塊 就是這樣 啊 這邊有寫 菲福利 菲福利的馬賽皂 總之真的很好用 然後我有問過店員說 這樣一塊可以洗多久 他說大概洗一個月 這四塊的話大概洗半年左右 可是我覺得我用了一個多月之後 他才縮小到這樣 就大概這樣而已 那如果你是習慣用那個洗澡精 或是起泡網的人 當然會消耗比較快 然後我放的皂盒 就是我之前在另外一個影片有介紹過 就是用大創的那個 有點像菜花博那種 或者是你們也可以像我以前用的方法 就是拿那個水槽的那個綠 綠瓦放在裡面 這樣他的水就會直接瀝乾 就不會像泡在水裡那種爛掉的樣子 第一次買的時候 我就又買了一個洗髮精 這一罐 這一罐的話它是 精油洗髮精 的口味是綠茶的乾性髮質 我之前會買的原因是因為我 那一罐的洗髮精有點太乾 就是冬天洗的話 我頭皮會很乾然後很癢 所以我到他們門市看到這一罐的時候 聞了一下它的味道 很舒服 它真的是一個很舒服的精油香味 它也是植物性原料製成的洗髮精 從 都沒有加細菱色素 對然後 它一定要用兩次洗頭 就是你 基本上我現在洗頭都是洗兩次 就一開始 是先洗頭皮 那時候通常都沒有泡泡 它這種是不容易起泡的洗髮精 第二次的時候用 清水洗了之後 再用一次擠一次 那擠的量大概就一個蓋子的量 洗頭之後 頭皮就會變得非常的舒服 頭髮會有點乾色 但是頭皮不會乾 那如果你很在意 就是頭髮有點乾的話 可以用潤髮或是護髮的部分 那我都是擦護髮油 就覺得還好 像我現在頭髮都是用 這一罐在洗 目前已經洗到這樣了 發現了嗎 有看到嗎 帶好這一條 對 我覺得很好用耶 真的 我覺得他們家的東西還蠻好用的 不過 稍微價格有點偏高 可是我覺得 對我的頭皮來說 真的非常舒服 再來是另外 四個 這一罩 我真的 剛好他們在做活動 三塊 六百六十六 或者是你買三塊 然後抽籤 可是我不知道我這影片做完之後 還有沒有這個活動 就死了 所以我就 買了他們的這個 魚奶罩 魚奶是 就是他們說的水罩 成分是最好的 然後它 輕膚性很高 洗完之後不會乾 我覺得它的味道真的超好聞 我買的是兩個原味 這個是舊包裝 就是新包裝 那舊包裝的味道 沒有像新包裝的味道這麼香 然後 那個 店員有跟我說 就是 這一塊放久一點之後 才會變得像這一塊的香味 它還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 它覺得 兩塊洗起來都非常的舒服 然後 我那時候 因為它這個魚奶 有很多很多口味 大家可以去他們官方網站看看 這不是合作影片 這是我自己 真心想要推薦的 然後 我還有買另外一個 是薰液草的 然後這個就是 魚奶 覺得超好聞 打開來看裡面是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也還沒打開來看過 喔 那裡面就是這樣 直接放一塊 在裡面 然後打開來 舊版和新版 欸 舊版比較 喔 舊版比較厚 比較白 那新版就是比較薄 很香 很香的香草味 它不是那種 它沒有那種 嗯 清潔劑 薰草清潔劑的味道 它 它不會 它就是 那種很自然的 唇香 然後這個 魚奶香皂 它真的聞起來 它就是一種 北冰香 非常好聞 超舒服 我等我的馬賽皂洗完 我下次想要用這一塊來洗洗看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很舒服的香味 然後 我第二次去站棍的時候 我就 看到有男神喔 他一次買了六塊 因為剛剛有三塊有在做活動 所以他就買了六塊 我就嚇到靠 有這麼好用嗎 所以我就被那個男神就是 銷到 我就決定我要買 不過另外一塊就是買薰衣草這樣子 最後呢 是這一個 這個是電源他自己推薦我 因為那個電源他是非常乾的膚質 第二次去站隔壁鬼的時候 才看到這一塊 之前沒有看過 不知道是我自己遺漏掉了還是怎麼樣 然後 他們家肥皂的硬度其實都還蠻硬的 不容 蠻耐洗的就是 喔這個叫做 有機堅果油皂 這個的 基底油是 堅果油 棕榕油和葵花籽油 那那個 很乾皮膚的那個電源他跟我說 他都用這個洗臉 然後他覺得很舒服 那我買的味道是 橙花 他這一塊有三個味道 一個是玫瑰 一個是橙花 然後另外一個是 喔 琥珀 他這一款香皂是有機成分的 這邊有寫一個Bio 他 我也還沒洗過 就是打算等我的馬賽皂洗完之後呢 我再來用用看 總之我最近就很愛用 很愛用肥皂來洗身體 然後洗臉 因為我覺得 比沐浴乳和洗臉乳都還要溫和 價格上也不會說太貴 所以我覺得 很好用 然後很CP值很高 鋁奶皂的話一個是 250元 然後這個堅果油皂的話它是 280元 剛好都有用那個 他們的活動家 所以就比較便宜 然後 而且他們是在成品社會 所以又可以累計我的成品 累計卡 我很想趕快變成成品會員 欸 不想再等 成品會員感覺還不錯 總之就是 我最近就瘋狂的購買他們家的東西 像現在這兩塊啊 就是 有機壓的 我就沒有在用了 就覺得 沒有到 沒有就是 沒有比馬賽皂好喜 馬賽皂它真的是非常好喜 而且是一種很純淨的香味 我錄這個影片是因為我 大學的同學 他跟我說他很想看我的 購物的影片 因為他們有到很愛買化妝品 他就說還是你買東西 只是買化妝品 我想說 好吧那這個清潔品 應該還OK吧 就是大家都可以用 固定 就是不需要技巧 因為洗澡不用技巧嘛 所以我才想說 那我就拍一個這個 菲芙莉的 購物 心得 那我目前只有用的是 洗髮精和 馬賽皂 超級推馬賽皂 如果你是 不喜歡用沐浴乳 或是你的皮膚很容易乾 然後你皮膚比較敏感的人 真的可以洗馬賽皂 你可以洗久一點來看看 因為我覺得 我現在已經洗了一個多月 欸 快要兩個月了 我覺得真的很舒服 然後 它是才可以刷牙 只是 我把它 泡在巴黎的時候 有點 無法接受的味道 就 沒想像一下肥皂在你嘴巴裡的感覺 欸 福利他們家的東西就是 看到有這麼多客人在回購 而且 他們自己的店員也都用他們的東西 我覺得 真的還不錯 而且年齡層有年輕也有年紀比較大的人去買 我就覺得 不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台中在中有的成品 那台南我不知道 台北好像是快要開的在大支那邊 因為我真的很愛他們家的東西 所以我就 瘋狂的騷擾他們的店員 天啊 我可以當他們的貴員嗎 那我說 分享給大家囉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按個讚喔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就這樣 掰掰 喔對 祝大家新年快樂